90年代的重量级可以说场场经典 惊中之惊 不是 点中之点 不是啊 就属这一战了反正 应粉丝要求弄一些重温经典系列 那就从91年开始盘 亚买加人加拿大级的剃刀拉多克 和泰森这一战可以说那是相当哇塞 很多人都说那么一句话 拉多克大战泰森虽然输掉比赛了 但是一战成名 其实他的成名之战是大战史密斯 也就是89年 前世界全王嘛 就是被泰森刹成那位 第二回合拉多克被干倒之后 不但挺了过来 七个回合还放倒了史密斯 展现出顽强的意志 大一战拉多克已经成为了竞争者了 当时他的目标就是三冠王的麦克泰森 不料 这位三冠王去那个小樱花 被西洋大法 破了阵 弄了个光杆司令回来的 损失惨重啊 此时 拉多克虽然如愿以偿面对了泰森 但是只是争夺头号挑战者 这位剃刀的刮骨疗法 医术好不好 抛开在外 反正他属于蒙古大夫 哪智啊 也就是说 在当时 他是唯一一个和泰森正面对刚的一位 当然被多次放倒 不过这一直是顽强的 到了第七回合 被泰森的高百连击 贫贫命中 要玩奴子 虽然还是很顽强 但是裁判终止了比赛 拉多克的团队嫌裁判终止太早 泰森这一方说你别装了 你都玩奴子了 场上一片混乱 最后藤金的老灯 说那不行就来个二番战吧 别操作了 91年的6月28号 也就是三个月之后 这场二番大战又是一炮而哄 那时候是率杠杠的 战票都没有了 很显然 二番战的拉多克 弥补了一番战的错误 一番战泰森的刺拳 让拉多克尝尽了苦头 很多人忽略了泰森的刺拳 霍姆斯号称刺拳大师 其实他就败给了泰森的刺拳上 二番战泰森也是两次放倒拉多克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这两拳都不是太重 尤其第二次击倒 很显然拉多克 正是没有脚下支撑的时候 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刺拳干到他 我们看平时泰森这个头部左右摇闪 虽然泰森师出同门的使用力有很多 但是唯独泰森这套拳法是不可复制的 利用这个头部躲伞打出隐秘的刺拳 然后后手拳跟进 如果对手躲过后手 紧接着他就是一个深蹲 在对手猝不急防的时候 向上一击 尤其对付高个子的 那是相当管用啊 这当中呢 他的头部避开对手中线 还能拉近距离打出基辅 爆竿拳 这一套拳法真的是不能复制的 完全按照他那个身高比例 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拳法 虽然拉多克极其顽强 甚至他的下巴都被打碎 到了比赛后半段 泰森体力有所下降 他甚至还重创了泰森 二位导致最后结果是什么 拉多克在医院躺了两个月 有人说他肋骨被打断 不是那样啊 只是裂痕 泰森呢 耳膜穿孔 这二位不搂不报 硬刚到底 存存的存爷们 下一步的泰森 就要向老货发起挑战 不料 锒铛入狱 拉多克康复之后 重返全台 是元气大伤 先后输给了刘伊斯 莫里森 98年付出 也没有打出几场漂亮的比赛 后年研发软件去了 叫做剃刀供电 结果就是 赔的屌毛不剩 2015年 52岁了 为了生计 做一些年轻人的垫脚石 行吧 别等了 就到这吧 我该下班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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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